例如有同學問,如何錶模特兒 對於我來說,模特兒只有幾個債 所以都是這樣做,不是拉,不是粒粒粒粒,不是加、減 都是這些,我會講解如何教這件事 你做的時候留意,你當然要做一些最難做的部分 這個錶最難做是哪一部分? 當然是這個圓形,後面你不要理會它,是裝飾來的 最喜歡就是主要的那些東西 因為圓形比較難,所以最後圓形了根本就是一個圓形 好,那我做了,那我先去Top View 先進入這張圖 太長眼了,那你弄一弄它吧 將它半透吧 好,這個位置就不太好,我將它放在置中就一流了 那我將Image Plan 然後再弄它啊,2Z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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Z1Z,2Z1Z,2Z,3Z 看見都合適 我沒有相片的視頻 根本無所謂 Image Planner在Perspective不用顯示 所以我把Image Planner Take Looking Through Camera Look Through Select Camera 比如這樣 放一放 你看到基本樣子就已經在 然後我會先做 Builder 在前後 有時候我會很懶惰 我會懶惰 我把這部分就丟掉 只要做一半 只要做下面 這要是 Builder 很簡單 我選Face 應該是這四塊 記得 Keep Faces Together 先放上上 這四個面子都合適 當然是 Extrude 不用想了 Extrude按Apply Apply不要按藍色 按W 一起拉 你看到不平的 不平的怎麼算好呢 怎麼拉平了呢 其實很簡單 你可以按R 一次過 這樣就變平了 OK 你害怕的 沒有信心的話 你可以這樣的 你選擇 Metrics 選擇Face 按X 搬過去 按X 按X X X營不稅 剛才按下 按X 可以貼上来 還是生長的 這個Grid 做什麼事 X是縮造的 OK 這樣 好 接著再做 現在是這樣的 先開Xray 再做下去就是有一個標帶 做之前 先留意一點 先開Xray 這樣可以看到這個形象 那我就 Extrude 錶帶 譬如我選擇 都是這四個面 OK 去Talk View 留意了 錶帶都比較長 我最好就長一點 跟回它的線 我選擇 Extrude Face Option Box 打開Option Box 2 4 6 8 10 12 15 13 13 16 OK 按Apply 1 1 6 1 3 1 1 2 1 3 1 1 2 2 4 Lattice 給5 2 2 5 這個簡單的形狀 我選了Lattice Lattice 阻礙我 Modern 阻礙我 Right kick 選Lattice Phone 拉回窄 首先一次過拉 拉窄一點 下面是再窄一點 再拉 好 那你覺得這裡拉到差不多的時候 哎呀 等一下 啊 Felter 那我先刪除History 好 那你見到有些弧度不太好 有些位置我們都 即是要局部撿一點點 會好一點的 這些位置始終都差一點 那我會局部拉一點點 局部拉一點點 不要拉太多 少少 嘩 這個Mouse 不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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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見到尾位也不夠美 那你先撿圓一點點吧 那你不用擔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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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做了一個大躍郎 是吧 好 我回到Perspective 我關掉X 那你見到現在這個形狀就很奇怪 對吧 那怎麼整理整個形狀呢 那 第一件事 這個錶肉應該會凸出來的 看一張圖片 一個圈圈凸出來的 圈圈 首先第一件事 我選擇Face 我用這支筆去選擇 最簡單的 我選擇Face 油顏色 油多了 小一點的圈 按下B模式中間就是肉 油顏色 我選擇多一點 我選擇這幾塊 看一張圈 OK 你不要這樣 Extrude 這樣會出十節出來 出十三節 所以先選擇Option Block 先選擇1 先選擇1 好 Apply 藍色箭咀向上拉 拉一點 你看到會這樣 有一個折位 再拉一次 現在 你看到會這樣 變成一個這樣的形狀 也不要拉兩次 拉一次 好 按都不到 按都不到 什麼事呢 可以可以可以 拉一次了 不要拉兩次了 好 接著我再選擇Face 又選擇一次 又是用這個 我選擇這個面 又是用這個 選擇 sorry 今次只選擇 選擇錯了一點 只選擇外圍 這個圈 只選擇這個圈 哎呀 這個圈 再推動 再選擇洞 再使 causal 再度開一把圈 再選擇 拋 再一次 再次 再一次 這樣 完成 基本形狀就夠出來了 所以很簡單 這些位置有些問題 先去Side View 看到位置不太密 所以不太好看 我會拿把刀出來 在中間位置 你想形狀實一點 先拖一拖 好 拖一拖 哎呀 又按錯 做什麼事 拖一拖 拖一拖 為什麼這樣 嘩 害怕的 不如先測試一下 有個 咦 有這個形象 按3個就成形了 這些位置不要理會 好 再弄 按1 1 1 OK 它有些洞在上面 所以打穿它 打穿就很簡單 我做個圓柱形 當然沒那麼大個洞 少一點 第一件設計 先拖一拖 先拖一拖 那這個數呢 要除一盡4 除一盡4 其實這個也不是不行的 OK 你可以密一點點都還可以 譬如我給這個 8它 嘗試一下 8 8都OK OK 好 細小一點 先拖一拖 它的洞在哪裏呢 在這裏 那你不用跟著它 OK 大約 對我這樣 可以這樣 OK 先拖一拖 不要拉長一點 要打穿的 要長一點 OK 那我看看它有幾個 它有一排 那我不做那麼多排 做幾個 好嗎 Ctrl D 那我打穿它 先拖一拖 對於我的模特兒來說 就沒得著數 因為它又不跟著我的形狀 那所以呢 最靚仔 那我先拖一拖 先拖一拖 拖一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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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 先拖一拖 遮住我 好 你想拖一拖 最好就是這樣 搬的時候 按拖一拖 那你見到 有些圖片遮住你 那我先拖一拖 好 好 按住V 按住它的格 隔 Ctrl D 按下V,Ctrl-D,按下V,這個弄斷了 好了,這陣子就是我不要的 大家留意,這個洞其實現在就太小了 因為你打了下來之後,它會自動幫你收小了那個洞 所以可以大一點,譬如這樣 好,撐不住 肥一點還可以,再一次,撐不住 啊,這樣吧,等下就掉不住了 好,這是一堆Model 那你不要逐個逐個打穿,一次過 所以我把這堆東西,就Combine Combine Combine之後,就Delete History 同樣地,這個也是,這個也是,Delete History 先選A,再選B Mesh,Boolean,選Dif, 這樣它就打穿了 那裡面穿了之後,漂亮不漂亮 那你按個3按鈕,先按鈕 嘩,都見到人了,對不對 因為這位置放得好,這位置放得好呢 這樣就不用怎麼撿Point了,OK 好了,那我繼續了,是不是一模 好了,現在有標的看了,那這個標的,這個標帶 很燥啊,對不對,很噁心 那我撿一下點Point了,那最懶的方法就是這樣拉 就算了 等我懶一會 接著的錶帶越來越窄 看看吧 這裡嗎? 就是第2個洞 第2個洞就開始收窄 就是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是不是?好像很粗 算了 第2個洞我給Lattice Animation 給Lattice 在哪 啊這個 Right key 選Lattice font 把這個位置 填掉 OK 那...Builder 好了解決了 那你就刪除了History 不要再有Save 那現在呢 留意了 這個位置好像還差一點 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不夠Sharp 不夠Sharp 譬如說我想整個位置更Sharp 現在不夠Sharp 你可以做手腳的 例如 有時候我會在這三角 我會在這三角做手腳 什麼意思呢? 如果我Extrude這個位置 它就會做些什麼 你看看有沒有需要做這個位置 兩體的 不一定要的 OK 譬如我想要 這個位置更Sharp 那我Extrude多一次 Sharp 但是這個東西凸出來很奇怪 對不對? Touch 那我有時候 我會做多一點手腳 我會把... 這幾條Edge 先把這三條Edge Double Kick 你可以試一下 很可愛的效果 那你去Pony之間 那我先試一下 其實我還不知道 先試一下 Del 選一次 再Del OK 那他做的效果還可以按 看到嗎? 看到嗎? 那其實不用Extrude兩次了 算了 Extrude一次了 那這支我經常用 那他就把這個位置壓到 OK 那你會發現 這個位置 Touch表看 那好像很奇怪 這個位置的線不夠直 那也是 很懶的 選擇整個線 按Scale 一次過 OK 那 不夠Sharp的話 你就 扭刀一下 你想它Sharp一點 把刀最好 就上面切一切 下面切一切 OK 那你按Sign View 看就會Sharp很多 那 那視乎你的標的Design 我都不知道 其實Sign View的標是怎樣 那我只是猜的 OK 那它變不變一點 好像很巨型 Anyway OK 那你再做 那 那有些面 這些有些問題面 其實沒有用 有的話 就會黏在那些標 所以我選擇了 那你喜歡Paint它就可以了 或者就這樣選 那我就這樣選 那我再選 那我再選 那先關掉 那怎樣 那先關掉 那怎樣 黏在上面那一部分呢 那很簡單 選Model 那留意了 現在這隻標是在 正Z 那你剩下 上去 就是Full Z 對吧 那你去Mesh Mirror Geometry Full Z Apply 那搞定 OK 那這隻標 不會上下一樣的 對吧 那上面當然有些 這樣的東西 那上面沒有洞 很簡單的 啊 這次大劑 不過 沒有所謂的 很簡單的 那你選擇 那是不要的 Extrude 也可以 或者這樣 這些面有問題 對不對 丟掉了 那為什麼我要 Mirror 一下 再搶多點 算了 那我把它 變回 什麼 把它 填空洞 填空洞 那填空洞也不夠 你看到那些線 不是很帥 那所以你選一個 Interactive Speed Tool 畫一些線 OK 哎 OK 先按照 OK 那 還要做剛才的工序 啊 Double Kick 是不行的 好的 去Top View 那我是 Extrude 下面就13次 那上面沒有那麼長 好嗎 我忘了了 Camera 喔 那我多多 10轉都夠了 試試試 Apply 拉出來 OK 搞定了 很快 其他位置關掉了吧 OK 你看見 又Saber 那我還欠什麼呢? 不太多了 不太多了 影片會很長吧 試試看 這裡有個扣 沒有難度 兩個Polyguards 求求你一個正方形 拉一下就是 這個怎麼做呢? 其實可以這樣的 做Model有很多方法 例如 我可以這樣 用一個正方形也可以 用一個Plan也可以 用一個Plan 你不熟悉 這是一個很低能的方法 但是又可以的 就是這樣 那你就數一下 現在10、10太多了 這個今次要單數 7 7 7、10 都沒有了 例如這樣 70 那這是什麼? 這是一個很快的方法 做一些很低能的東西 例如這樣 那你就按 那邊的Plan 那邊的Plan 這個 這個 拉進一點 這個 拉進一點 這樣 下面 嘩 看不到 這裡 我開到這裡 OK 那我就把這排 縮小一點 然後再把中間 拉闊一點 旁邊這個中間位 這樣 那我做些什麼呢? 就看了 這個是低能方法 我選擇Plan 要不要洞 就把這個洞 中間的米 神經病 那你有塊有洞的面 那有人說 有洞的面 咦? 有洞的面 那怎麼辦? 那麼簡單 就Extrue 就行了 Extrue 1 Apply 那就有厚度 所以 沒有難度 OK 那實際上 這個形狀 我都忘記了 這東西是怎樣的 喂 阻礙我 好像不是這樣的 看一看 唉 做錯了 因為中間有一個棍子 穿過去 所以這個我們可以按到 我們去一個 旁邊的時候 應該中間有一個棍子穿過去 那其實這兩部分是不存在的 OK 這兩部分是不存在 應該這樣 對了 哎呀 選多東西 是不是呢? 看看 下面有一個棍子 是中間穿過去 OK 對了 那 那 中間這個位 就不用那麼厲害 唉呀 選錯東西 那我把這個位置 就弄得密一點 好了 再按一下 中間的柱柱 不是柱柱 中間的柱柱 中間的柱柱 總之有柱柱 好 好了 OK 好了 OK 那我把它Extrude 看到Action Box 一路 Apply Narge OK 按個Sound mode 應該會是 我按的 唉 很煩 OK OK 那 你看到它在這個位置 看看 這個位置 凹凹了 對嗎? 這個位置有一條東西伸出來 那這個位置凹凹了 對嗎? 這個面 OK 那你如果冷一點 試一下就這樣拉 那這樣就不可以了 所以你又Extrude 最好 Extrude是無敵的 但是這樣Extrude有問題 所以你最後就整塊在一起 Extrude 上去 一下 你再硬 China 那它會好一點 OK 那一台凹凹 那你先把這條的位置烈不太好 那我把它按進去 比較好看 斜斜 有個弧道 可以嗎? 有時候我把這條線 有時候我扔掉這條線 因為扔掉的話它的弧道 不能扔掉 聽不到 差不多了 旁邊可以再弧多一點 這個面 可以拉後一點 先試試看 看看下角有沒有看 我想旁邊可以拉闊多一點 這兩條線 有時候我想選擇 不想這樣選擇 不如暫停一會 有時候我們想動兩邊 不需要這樣選擇 雙擊移動鍵 我選擇Reflection 這個是X 選擇一條 另一條也會選擇 OK 是否這樣呢 接近 按一下 好噁心 嗯 也能接受 不過搬回來了 應該是這樣的 按一下 好噁心 問題是現在這個位置 應該穿過這條線 我先拿一下 沒穿過 好噁心 這東西就不夠用了 我們要找些辦法 又或者是感覺 不如中間有個洞 對嗎 那我給它一個洞 那又是給一個Polygon 給一個柱柱 好噁心 搬過來 Rotate Rotate 90度 好噁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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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一點 但是要長一點 OK 那一定要長大個這柱柱 要不然怎麼放下呢 曬點 4摸 好噁心 好噁心 我把這個位置放在這個位置 OK 這個位置 這個洞就不夠大,我們會弄大一點 譬如這個,先不要霧梯 正常這個柱是比較幼身的 我又要做手腳,把這個柱 弄小一點,只有這個位置 還有它有弧度,我看到它有弧度 所以我也要做一點手腳,拉一點弧度 人手拉就算了 少許就不加那麼多 拉一點弧度出來 就是這樣 這裡有沒有的呢?這裡好像有一點 給它一點 OK,這樣 好,然後就是這個洞 做之前,我會把這個位置弄大一點 因為這個太小了 我會把這個位置弄寬一點 簡單一點 爛 這樣就打穿了 OK 好,重點 其實原本的模特兒就不是這樣的 OK,我先弄好 可以放下去吧 是這樣的,先想想 對位置 對位置 因為這個洞太大了 好,幸好我還沒刪除歷史 所以萬大士都可以收拾 這個洞太大,太闊 去到Outliner 你看到原本的形狀還在 OK 小一點 OK 咦,這個太低了 先說一下 OK 那你就做到這個效果 那它上面 先說一下 那上面還有一支 東西 很簡單 上面做一支東西 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那是不是同一塊 應該就不是同一塊 咦,這條東西在 這裡伸出來 哦 它還有一折的 那我先弄這個位置 那我先弄這個位置 先弄這個位置 那這部分呢 我先弄這個位置 現在就不夠挖頭 那我選擇這些面 哎呀 那我extrude了一下 這個東西好了 那它會挖一點 那我scale小一點 OK 這樣吧 我先弄這個 哦 這套新一條這樣的東西 哦 這裡是起摺的 起摺的 那不可以這樣做 起摺的後就要大回 三個相反 再再再extrude多一點 好笑 那會令它起摺出來 OK 起摺 那問題是 這裡好像不夠長 是不是 啊 這個洞太闊 我先搬出這個洞 啊 都可以的 其實可以 找著怎麼說 整長一點 這個 整整整一下 不要夠長 哦 對 都要這麼多 那你搬的時候 小心搬吧 那我會不會只搬到這個位置 我先把相反 我先把相反 長一點 那盡量不要影響 它本身的scale 那些 啊 差不多了 那我只搬到一個洞 有一個洞 好 搞定 好 那我先把他移動一下 那我先把他移動一下 好 那它中間還有一條東西 好像有弧 這條東西 那它中間有個洞 那這個有個洞 那你看到現在沒有洞 那這就開啤 那你開洞 那你開洞有很多方法 例如 那你自己畫就可以了 那通常 自己畫就簡單一點 就是 不要浪費太多時間 啊 兩筆就夠了 啊 嘗嘗嘗 嘗嘗這個位 那我這個位 就按一個洞 OK 那又是 Extrude 最簡單的方法 OK 我遠都是 再 Extrude 因為其實這個位 會被其他人遮蓋 所以你 這個位置其實看不到 但是你想漂亮的話 你會更漂亮 就是這個 這個 不漂亮仔 撿漂亮 OK 收回這個位置 好 然後它有一條 棍子 那我就用這個 這個Crip 那這個Crip 這個Crip 就長一點 不 對不起 密一點 會 Def 給5 那我會 Scale 開 OK 那 那 2 2 這樣 試一下 啊 都OK 是 2 3 3 1 5 5 1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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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5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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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懶了,就這樣測試就算了 好,然後好像有個弧度 這個弧度是怎樣? 粒,中間粒 是不是真的這樣? 很噁心 好像差一點 好像這個向下回的 好像這樣 好像很噁心 好像很噁心 因為要做這個位置 接著你還是差點針 針很簡單 隨便 我偷懶 那我就隨便拿 也是 扁扁的 我都要繼續做 這些都不想 那你先把它拉密一點 多多一點 高一點 觸動一下 Big 這次我不會這樣動,我比較特別 我不會理會你的聲頭,因為我會永遠保持 但其實沒所謂的 按照弄吧 搬上去 你看到沒那麼長,弄短一點 差不多 其實這個人手更快 它有個形狀,原來也不簡單 先摘後闊 這個可能不夠用 這個5,8,10 按一下 按一下 人手拉,不要用letters 很快 我的letters都不拉 不要花時間 其實letters比較好 先拉一個你想要的元首 按一下5,3 我們逐層拉,因為也不太多方便 所以不要受害 你想要的針尖一點的話 我就會把這兩格拉出一點 不用太尖 你看到形狀太圓滑 又不像它的形狀 那你便把中間這些位置 可以再誇張一點 再誇張一點 這個放線 crazy taką致張了 和 punch 公開 然後按按一下 按 cuidado 這個Lattice 太少了 我把2變成5 10 3 4 我把這部分沾一點 這部分也要稍微收 稍微收一點 這樣吧 OK了 那你就刪除歷史 去到頭部 現在的針有長按鍵 這裡有長針 但聲音頭位不適合 選的針響 按 install 指 掌握 3 對吧 不能夠 先收錄 你確保 中方位位就ago 把接呢 它已經存在兩隻針 我便是多做 Komun quin 因為要短一點,不太長 我選Pone 我只會把這個Pone縮短一點 哎呀,選多了 OK,就是這樣 Shift I 看 現在應該有兩根針,一長一短 一短了之後,不夠短 那我再短一點 Shift I 把這部分再短一點 應該差不多 Shift I 先測試一下 OK,就兩根 那我應該一支高一支低 那我先測試一下 那我先測試一下 那一支,通常是 時針在面 分針在底 那我搬上Side View 那兩根針 可以搬高一點 OK,那兩根針 可以搬高一點 OK,那兩根針 那如果想做中間那顆 那其實都是Bullion 那我先弄一顆圓形 打破它 Caps 0 那這個也是8 8其實都夠了 先看一看 中間要多一點 Hight 打破了3 那可能不行 就給了5 那就是這樣 OK 那這樣就看見 好像不太好看 那你能看到 圓形的位置好像很奇怪 那我多撿一點 Hight 打破了10 先把圓形的位置 都可以的 這兩個位置 先看 那我選了它們 一次過 先看 我把尾巴位 一次過拉 應該這個位置 應該這個位置 拉過一點 這樣就好像合理一點 對 沒錯 OK 那我選一次這個位置 那我選擇Model 選Model 那我可以 先看History 那你記住 因為它有兩根 你就可以選擇一個 先選擇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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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留意著 看有沒有看線 有問題 那現在 那你測試前 你看到它 這個面子 就 沒有看這個位置 OK 那你最好 就把它縮小一點 開著 Wild Film on Shade 那它沒有洞 你選擇一個洞 那其實 那個Model 會破壞 所以這個 你要小心點處理 來看看 例如我 讀得幾 我先試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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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Boolean 看看效果如何 例如我 Boolean Difference 那我按3 不要看 那你見到那個洞就爛了 不要看 那如果是這樣 我教你另一個方法 那我先選這個Model 大家一起選 看看 算了 其實 是不是呢 用不用我呢 我都可以的 那我把這個面子丟掉 先選這兩個Model 那我把這個面子 暫時搬高一點 那我會自己弄穿 因為我想節省時間 可以這樣 兩個自己弄 不要打穿 因為打穿 有時候也不要理 那我選Model 那這兩個句 Append to Polygon 2 真正下面這個 這個 接近這層 OK 按Y鍵來一次 OK 按Y鍵來一次 按Y鍵來一次 OK 按3 那你見到那個洞就好看 OK 按Y鍵 這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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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按Y鍵 這條 這條 有時候我覺得這些洞 弄出來的效果 其實是好一點的 OK 就這樣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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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見到它現在的洞 就幫你填密了 那也挺好看 對不對 按 按 按 把這些針 對回來了 那就對完 這樣 OK 那你上面就可以 落口釘了 不如你落這個 那不用太大 這個 小一點 那這次Caps要3 啊 0 可以 其實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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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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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Shift i, OK? 這支架子就轉一轉 你看到這支架子基本上就做完 很簡單